三藩市 在有種族歧視案件 男子被控仇恨犯罪 一名60歲男子John Kulip 日前在三藩市Dolores Park 追趕一名女子 并对她作出威胁 以及讲出种族歧视的预据 星期三被控仇恨犯罪 三藩市地检官谢安仪表示 男子在2月19日被捕之后 就一直被扣押 控方反对她保释后審 因为她对社区构成威胁 如果罪名成立 Kulip可以被判最高入育6年 谢安仪强调 没有人应该因为自己的种族和肤色 而要面对威胁、暴力 又或者歧视 三藩市的仇恨罪案 已经对多个社区构成威胁 她要为这种个案找回公义 虽然已经定下控罪 但在这种案件仍然调查当中 警方呼吁任何人士有案件的相关资料 请与三藩市警察局联络 电话是415-575-4444 又或者发送短信去到TIP411 短信开头标题请用SFPD 通报者可以匿名 天下卫视记者 编辑报道